Hello 大家好 下面来为大家演示光学印章机的制作印章过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机器 这是机器外壳 在制作印章的过程中 我们先把底板抽掉 这个是不需要用到的 机器配有四根灯管 在制章的过程中只需要用到两根 其他两根配用 插到中间的任意一个卡槽上面 听到咔嚓一声就可以了 然后看一下机器 这是一档 按下一档为常亮功能 按下二档 二档为定时功能 旁边红色按钮 按下去定时两分钟 在制作印章的过程中 也只需要定时两分钟就可以了 先把它关掉 然后还有一些做张小辅件 有光学玻璃 刷面胶 刷板的刷子 还有高级印台 还有固体胶 还有张坯 张坯有方形 圆形 椭圆形 大家可以任意选择 好 下面我们来开始制作印章 这个是提前 用流霜纸在那个黑白激光打印机上面打印 提前打印好的底稿 在此提醒一下大家一定不要用喷幕打印机 因为喷幕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底稿墨水会扩散 是非常非常超级影响制张效果的 请一定要用黑白激光打印机 我们用黑白激光打印机出来的底稿黑度够黑 然后为了增加它的黑度 通常是用两张同样的底稿 把它用固体胶 重合在一起 因为黑度越黑 到后面制作印章的效果会更好 找一个点把它粘合在一起 再把它对准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两张一样的底稿 重合在一起 所以黑度是黑了很多 然后我们来剪光石板 光石板我们都会放在那个 闭光密封的袋子里面 需要用的时候就拿出来剪 剪光石板的剪刀 稍微用硬点的剪刀 剪光石板的尺寸有多大呢 就是比你要做的那个底稿的内容 稍微大一点点就可以了 剪好的光石板呢 大家记得一定要放在 避光在袋子里面 保存 留着下次再用 然后将剪好的光石板 上面有保护膜的一层把它撕下来 被撕掉膜的一层被撕掉膜的一面 放在上面 再把两张重合好的底稿 有质有黑度的一面 把它倒扣贴在被撕掉膜的光石板上面 最后压上光石板上面 最后压上光石玻璃 把机器盖住 按下定时 两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准备热水 刷板的热水到底有多热呢 就是我们用那个手去感觉 就是五六十度有点烫手的水温就可以了 这个是自己用手温去摸一下 很好很好那个调节的 然后这个刷板的刷子 我们那个套餐里面都有送的这些小福建 有任何问题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旺旺 QQ或者电话 我们都是免费技术服务 无售后之忧的 那么这款机器呢 也是非常方便 在此提醒大家 在曝光光石板的时候 一定只需要用到两根灯管 曝光两分钟就可以了 不需要曝光时间过长 因为时间过长会导致光学板变硬 反而刷不出来 在此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细节 然后这个是定时两分钟 也是非常方便的 它时间一到就自动关掉了 我们在制作印章的效果图 都是用进口黄瘦光学板来操作的 好了 定时两分钟到了 我们把机器拿开 光学玻璃拿掉 这个不需要 把那个 下面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层淡淡的制剂 然后把这个 放到温水里面 泡个十几秒 泡个十几秒 我们就可以开始刷板 刷板的时候呢 轻轻的用力 在每个角度 均匀的刷 好了 先开始刷板 一定要在水里面泡着刷 每个角度 轻轻用力刷一下 然后再换另外一个角度 记住不要太用力了 我再换角度刷 刷几下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摸到 记得痕迹了 记得大概轮廓就 手感上已经非常明显了 好了 摸到那个 大概的轮廓 就已经刷得差不多 已经差不多好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反面 大家清楚的看见 光学基硬 四个字都是非常清晰可见的 这就是刷板的最佳效果 大家会问刷板要刷多少时间呢 其实就是根据那个制作的内容来 一般的话就是大概刷个不到半分钟时间就可以了 特别是遇到细小肢体的地方 一定不要把它刷过了 刷几下就可以了 然后刷了几下之后 然后再反过来看它光滑的一面 如果说有那个印章内容的制出来了 那就是说就已经刷到效果了 下面就把它那个水分给它控干 我们可以用这个干毛巾 干毛巾把它擦干 把水分擦干 也可以 也可以放在机器里面 放在机器里面 把它烤干 放机器里面把它烤干 怎么方便 怎么来 好 把它烤干 然后呢 把多余 把光滑板 多余的地方把它剪掉 用稍微硬一点的剪掉 也不需要剪得那么过细 把它剪掉之后 用双面吃点双面椒 把它粘在脏皮上 这个脏皮呢 是可以循环使用的 有方形 有圆形 有椭圆形的 看大家自己的需求 然后把光学板光滑的一面 粘在脏皮上 最后 蘸取印尼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制作成品的效果 我们是用那个进口光学板 制作的 黄色是进口光学板 绿色是国厂光学板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图 稍微拉近一点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非常清晰 方便呢 二维码 防伪 都可以做的 这款光学一张机 超级轻便 好的 大家有任何问题 随时联系我们的 旺旺QQ 电话 本店光学板 常年有寿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